外资卖超782亿元史上第三大半导体金控航运遭拘集 台指其17日结算 台股现货贷量下沙 中场下跌185点收在17161点 失手纪现支撑 外资大卖782亿元创始上第三大量 连两日卖超台股达1233亿元 外资卖超个股涵盖半导体与金控宇航运及高股息ETF等 同时新台币汇率贬是加剧 盘中一度暴跌于两脚 在央行利手之下 中场跌幅收敛 收在31.589元 重贬1.97脚与跌0.62% 两大外汇市场总成交金额高达35.26亿美元 报史上第六大巨量 疾管署公布高端疫苗合约八大QA强调七国二十七疫苗都是预采购 高端疫苗合约公布后争议仍持续 疾管署17日表示 COVID-19疫苗均在临床试验阶段以预采购合约模式签约 以因应紧急疫情需求 此做法与另七个国家地区与有27个疫苗合约相同 绝无读后高端 且高端疫苗通过EUA前已审查一个多月 增补保密合约与UR通过时间无关 众选会说 已会诊网络散布作票不实影音讯息移送检警查办 众选会17日说 总统大选后网络上人不断散布选物作票的不实影音与讯息 污指重选会作票或刻意污蔑选物人员 已会诊相关市政 并将选物造谣案件移送检警司法机关查办与究责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表示 台湾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民主国家 也许有一些小瑕疵 但不可能有大规模作票 退出新潮流赖清德说 为了更客观推动国政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17日在中常会向党内表示 因为当选总统 即日起离开新潮流政治刺激团体 他说 为了更客观推动国政 也团结党内与领导党 新潮流办公室总干事段一康发出声明表示 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讨论后一致同意 总统不但是国家元首 身负带领政府与主持国政的重任 在党内更是团结的象征 基于对总统职位的尊重 赖清德不再是新潮流成员 中国去年12月青年失业率14.9% 新统计方式剔除6200万人 时隔半年中国再次公布青年失业率数字 去年12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14.9% 据国家统计局说明 本次统计剔除约6200万在校生 以精准监测真正进入社会与需要工作的青年失业情况 同时中国发布去年全年经济成长率为5.2% 由于去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定出5%左右的目标 成功保5 2023全国人口则为14亿967万人 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 人口连续两年负成长 美媒说 北韩去年12月火车翻覆于400死当局封锁消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北韩一列从平壤出发的火车因铁轨老旧及供电不足 去年12月底发生翻覆意外 脱轨的7节车厢内乘客几乎全坠落山谷 只有搭乘紧连车头的2节高级车厢内劳动党干部幸存 造成400多名乘客死亡 当时是逢北韩劳动党全体会议前夕 消息完全被当局封锁 台中捷运事故仲裁出炉新复发等公司需陪市府近2.25亿元 台中捷运绿线列车去年5月10日自封乐公园站起步时 车站旁的新复发建案工地塔掉掉必掉落到轨道 捷运列车撞上 酿成一死时无伤意外 仲裁结果17日出炉 新复发建设等公司需给付台中市政府近2.25亿元 市长卢秀燕表示 仲裁金额没有差很多 市府尊重仲裁结果 大家必须接受 台湾U20南排主办权被取消排协坦承中国因素影响 台湾原定于今年7月20日至27日举办亚洲U20南排锦标赛 亚洲排球联合会17日却突然宣布改在印尼四水举办 比赛日期同时更正为7月23日至30日引发外界哗然 中华民国排协证实 中国因为两岸政治关系复杂而无法派对出赛 因此向亚排联提出异议 台北书展荷兰管将登场谈进南说 台湾是言论自由灯塔 台北国际书展将于2月20日登场 今年主题国为荷兰 刚好是荷兰与台湾接触400年 荷兰将以1624与多样性和包容性与荷兰设计和永续发展等主题呈现文化软实力 举世知名的米飞兔与电音文化也会在现场呈现 荷兰在台办事处代表谈进南17日表示 台湾是言论自由灯塔 这方面和荷兰有共同坚持 判透过舒展交流 向世人传达这项价值 台湾首次太空打卡成大立方卫星升空满月自拍影像公开 成功大学团队研制台湾百合一号Lilium-1 去年12月搭载美国太空探索SpaceX火箭从加州泛登堡基地发射 成功进入520公里低地球轨道 迄今运作一个月 校方17日公布两张立方卫星满月自拍影像 相片显示卫星朝向太阳 太阳能板成功展开 瞄准太阳 阳光闪耀 卫星在澳洲大陆上空与三轴稳定运作 这是台湾卫星首次在太空自拍打卡记录 开箱老照片台北市长李登辉视察新建落成的水源市场 台北市公有水源市场1953年成立 因为与水源地得名 原为木造建物 1977年动工改建为综合行政大楼 1981年开幕 一与二楼为市场 三到十楼市公务机关办公室 成为公管商圈指标性建筑 建筑逐渐老旧 北市府2010年5月9日再次改建完成 现一楼卖场以美食与生活杂货与水果与花卉等为主 二楼以肉品与美法与服饰修改等为大宗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事件 明天再见 中央社早安事件